去年來學校就是分享OBS 虛擬任何 我們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去年怎麼上的 在下面有 在這邊 我之後幫你做出來 那我跟各位講其實像OBS的話 像上上禮拜 我在學校我也是直接又直播上課 因為校慶啊 校慶你們要不要來上課 我們都鼓勵同學參加校慶活動 老師自主上課 所以我就讓他自主參加 只是呢我在家這樣 我還有拿一個打板有沒有 好不好像這樣 這個呢 我們在這邊 這是去年晚了 在這裡 在隔壁隔壁間教室 同班同學有出現 好嗎 好OK 那我們今天要用的 就不是做這一塊 但是呢做數位教材 你還是有很多選擇 好就是我們今天呢 在這個地方 會用的叫ATIPlanter ATIPlanter這一個 所以剛剛呢您在電腦上應該有看到這個軟體 有沒有 你就直接點兩下 安裝起來就好了 OK 安裝過程平穩 但是裝完就是中文的 所以您不用擔心齁 好這樣就好了 反正剛剛那個 同不同意你都知道嗎 你從來都沒有認真看過內容 不是嗎 呵呵呵 裝完之後 它會打開到官方網站區齁 所以你把它關掉沒關係 好執行 這樣軟體就打開了 好 好 我先讓大家裝一下 好不好 來 不小心它最近要有更新 開始喔 11月8號 我已經把軟體給一真了 所以來不及更新了 呵呵 但是沒關係 差0.01而已 好取消一下 那各位看到這一個 有沒有覺得跟某一個軟體有點像 哎呀 所以您應該知道我今天來 主要就是來跟你分享一下 用這麼簡單的方式 怎麼做教材 你會發現 怎麼我們今天學的 今天教的 好像都特別的簡單 有沒有 嘿 因為呢 真的都一樣 你只是改用這種方法做數位教材 那AtiPlant這套軟體 它本來就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那麼 它比較特別的是 很多的軟體 它如果假設是試用版 這是可能只能用30天 或者某些功能都讓你用 它這邊 我們用免費的話 沒有這個限制 也就是說呢 它不會限制你只能用30天 它所有功能都可以給你用 那你說 它這樣幹嘛要付費跟免費 有一個差別 就是你如果用到付費功能的時候 在輸出的時候呢 會有付水利 就這樣 所以它沒有時間限制 就是 也沒有說你那個功能不能用 實際上呢 這個軟體 很像各位 老師 如果老師有 錄過那個數位教材 應該學校也會有買那個叫 Powercam 或Applecam 很像那個概念 那只是呢 Applecam 或Powercam 可能要看學校的購買數量 不見得每個老師都能夠裝 那這邊呢 你就挑一個範本 就可以拿來用了 那如果你這裡範本不滿意怎麼辦 我跟你講沒關係 你就在Powercam 那邊 把你已經有的 Powercam 叫進來就可以了 它可以揮入 不過要留意一下就是 如果你有做很多一些 像動畫啊 那些就沒辦法了 它進來就好像一張圖片一樣 好 所以如果你有做一些動畫的部分 那個 就可能要請你自己先整理一下 好 自己先整理一下 所以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你看我點一下 假設你像這個 點一下 有沒有 好 那你就直接用空白的就好了 按進去 有沒有有點熟悉的感覺 按一下 如果你按這裡 又更熟悉的對不對 呵呵 對吧齁 那你看 我剛剛講的 您在這邊 如果你想要用這個範本 好 挑選好 進去 這是第一頁 好 再來增加一個 投影片第二頁 如果你想要這個 我就把它儲存起來 一樣可以匯到我們裡面去 好 我就放到桌面上 好了 存起來 現在 我就從上面這邊 點下去 您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 從號碰進來 只是它叫換的面 換換叫投影片嘛 好 點下去 找到我的桌面 它還很貼心問你 那你要哪一張 欸 你又不見得每次 全部都要進來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這樣 確定 這樣就是你的熟悉的環境 是不是要進來了 就看你自己覺得說 你需要哪一種範本 因為不可國論 它的範本比較少 也沒有像泡粉那麼漂亮 那你可以像這樣子 就可以先叫進來 好不好 請你先試看看囉 好